人在内地如何来香港看病呢 大家好我是大鹅 上期为大家讲述了香港的医疗水平 位于世界前沿 那接下来就为大家讲解 如何来香港看病呢 内地来香港看病 首先需要办理港澳通行证 去香港前需要确认证件和签注 都在有条期内 无论是团签还是客签都没有影响 香港的医院属于预约制 提前先查好要去的医院 和医生进行电话预约 内地居民赴港看病 享受不了香港特区的优惠政策 所以选择公立医院 和私立医院的费用相差不大 公立医院资源紧缺 一般排不上号 建议预约私立医院或诊所 在香港不用担心遇到黑门诊的情况 香港所有注册的医生 都能在香港卫生署查到 包括他的毕业院校 取得职业证书的时间等 整个医疗体系管理十分严格 完全可以放心就诊 那如果签证快到期了怎么办呢 如果有住院需求的 可以本人拿着相关资料 到湾站进行签证延期 那重点来了 有人会问香港看病贵吗 明确的告诉你 香港私立医院看病的价格确实不菲 如果非香港诊疗经验丰富的疾病 在内地诊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也有一些人选择 每年去香港买一些医疗鞋 这样看病就是免费的了 总结来说 建议来港看病的朋友 需要先了解好医院和医生的情况 专病专治 切记不要盲目求医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大哥 带你了解更多香港资讯